刘女士前夫的到来 让李先生觉得 妻子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一回事 在这个家里 她没有尊严 毫无地位 可是刘女士却一再表示 她和前夫的交往 只是出于工作和孩子 感情上绝对清清白白 而丈夫不但气量小 对感情还不专一 她回想起当年恋爱期间 丈夫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让她至今耿耿于怀 她和我两个分手三天 她去给我一个员工 然后到了一个宾馆 然后这个女的员工又告诉我 因为当时这个女员工 不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她就说李先生很坏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前两天 你不知道 她带我到那个宾馆 我就还不相信 我说那我开车 你带我去看一下监控 然后她就跟我两个 就去了这个招待所 就调了这个监控 他们两个一起进去 一起出来 总共是41分钟 那什么17分钟的事情 你要说成47分钟呢 41分钟 41分钟呢 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 那个女的跟着我后面进来的 她不是和我两个一起去的 我们两个吵架了 是吧 吵架了以后 我去找我自己的事情做 宾馆旁边有一个物流公司 因为那里有我朋友 我准备在那里去找事情做 这个女的之前是我们那里的工人 她有车子 然后她就送我去了 后来我就说我去开个房 我一会儿晚上我就住这边 我去开房的时候 她就跟着上来了 她去看一看房子怎么样 知道吧 后来我肚子就不怎么舒服 我就上了一个厕所 后来我们就走了 她就非得说 我们和她两个 自己有问题 问题是是对方告诉她的 无信 她当时告诉我的 是想要为她的邀请 所以你觉得对方诬陷你的目的 是为了敲诈她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诬陷你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而且你自己也说 而且你自己也说 对方并不知道你跟她的关系 对 但是她们估计得到 没有 她不知道 我每天从她拉夫里进出 并关女的事情绝对没有 我非就这么了要钱 别吵 那你这个事情 她来嘲诈她了吗 不知道 没有 她就没有 我动手打了那个女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什么时候 就是 她把这个话拿来乱说的时候 整到派出所去了 她也出了钱 给了个女的 这个女的从指使 从一开始到结束 到今天为止 她告诉我的 也是她想要发生那些事 这个女的没有同意而已 然后她就告诉我 这个人不可靠 品行不好 这个女的给我表达 意思也是这个 也从来没有问我要个钱 我给她的钱是什么 是因为她把人打伤了 我作为老板 我应该带她去医院看病 在女员工仪式上 刘女士和李先生 又是各执一词 虽然事实真相 无从考证 但是带来的后果 却是非常明显 那就是夫妻俩 无休止的争吵 而这种状态 让刘女士 忧心忡忡 我们两个这样的性格 和我们两个的态度 继续下去 会给孩子造成更多的阴影 和不好的影响 还不如我们俩分了 其实 刘女士内心 非常渴望 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给孩子们一个 和谐的成长环境 为此 她在情感度上 磕磕绊绊 已经有过 两次失败的婚姻 原本想着 这次能够安定下来 却不料 结婚仅三个月 就又陷入重重危机 给孩子们带来了伤害 但是 李先生却指出 这都是妻子的错 是妻子把孩子们 拉入了他们夫妻的战口当中